美国推出强国榜单 美国第二中国第一 是甘心落败还是别有用心 大家好 我是别叫我三哥的3D 不知道小伙伴们有没有关注 就在最近 美国向全世界公布了一张2049年的强国榜单图 其内容就是预计在30年之后的世界各国排名 排名第一的不再是美国而是中国 这可与美国的一贯作风截然不同 美国将中国放在排名第一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究竟是真实排名还是别有用心 今天3D就和大伙来聊聊这件事 最近不知道什么原因 国内陆续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 就是对于中美实力的差距变得不再上心 总认为美国即将被中国超越 有人说中国十年以内就能赶超美国 更有甚者说只需五年 当然我们虽然希望我国实力越来越强 但客观来说那些所谓几年之内赶超美国 可能只是嘴上说说 更多的时候我们应当理性的承认中美之间存在的差距 我们再转回头看看美国的强国榜单 美国做出2049年强国榜单这件事的确让人出乎意料 榜单上排名第一的国家却不是美国自己而是中国 这么说美国是预料到自己以后的衰败吗 还是说美国已经任命甘拜下风了呢 其实仔细想想这事恐怕没那么简单 咱们先分析一下这个排名 先说第五名日本 在很多人的认识中 日本国土面积小 自然资源匮乏 常年伴随着地震和海啸 由于二战战败的缘故 日本军事发展受到很大限制 但现如今的日本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以现阶段的日本发展速度和状态来看 到2049年位居世界第五并不是问题 排名第四的是俄罗斯 冷战结束之后 苏联解体 俄罗斯是苏联最大的继承国 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领土面积 同时它也继承了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位置 对安理会提出的议案拥有一票否决权 俄罗斯继承了苏联大部分的军事力量 其军事实力依然是非常雄厚的 但目前俄罗斯人口数量下降 人口老龄化成为发展的制约因素 且目前俄罗斯依靠丰富的资源储备 以出口资源维持生机 所以如何发展俄罗斯经济 也成为当前最让其头疼的问题 第三名则是法国 可能小伙伴们对这个国家没有很深入的了解 二战结束之后 法国的经济就像夹到中落 迅速的衰落下去 这也让法国在世界上的存在感变得极低 法国目前不但军事实力强悍 其工业体系更是独立而完整 法国的电子商务与奢侈品牌 为其创造了大量的外汇收入 能达到这种状态的 在世界范围内也是趋止格数 法国是制造了核动力航母的国家 军事实力世界一流 再加上法国的农业 工业 旅游业 三大产业发展的比较好 产业结构比较合理 所以经济方面也不存在问题 排在榜单第二名的是美国 美国把自己排在第二名 这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意外 美国一直都认为自己是世界第一 从来不甘心做第二 但是为何到了三十年后 却甘当第二呢 美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 可以称之为超级大国的国家 不仅经济实力雄厚 而且军事成就更是无人能敌 毫不夸张的说 美国在军事经济科技等很多领域 都是超越中国的 但是美国把2049年的 强国榜单第二名留给了自己 老大的位置留给了中国 美国智库将中国排在第一位 着实出人意料 中国在短短的几十年的时间内 的确以令人惊异的速度 达到了中国奇迹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 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宛如一张白纸 军事和经济发展几乎没有任何基础 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 随着七十多年来 国人的不懈努力 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综合国力大大提升 在国际上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但仔细想想 我们国家在三十年之后 真的能超越美国吗 答案是有可能 但是概率不大 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说 美国的经济如何的放缓 如何的衰退 其实这只是片面之词 在美国经济的巅峰时期 它的生产总值能够占到全世界的一半 就拿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的2020年来说 前三季度 美国的经济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下滑 可以看出美国的经济是相对比较稳定的 同时以美元为基础的世界货币体系也相当稳定 再来看看美国的军事 美国作为一个超级军事大国 早在2012年 美国的军费就已经达到了七千多亿美元 在一篇报道中显示 中国的军事经费还不足美国的三分之一 其实我们不难分析出来 美国之所以把我们国家排到世界第一的位置 是居心叵测 由于我们国家一直处于快速的发展之中 美国根本没有截至中国发展的办法 所以它另起炉灶 想把中国推到一个极高的高度 它想让更多国家感受到中国迅速崛起的事实 让其他国家感到威胁和压力 美国这么做 无疑是想借他国之手来针对我们 从而限制中国的发展 这种套路也是美国一贯的手段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排名出现 不管怎么说 我们要对中美差距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不能骄傲自满 更不能因为美国这份排名榜单 就沾沾自喜 我国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同时也有着强大的凝聚力 在未来的30年 我们中华儿女应该继续发扬不懈奋斗的精神 共同书写中国奇迹的新篇章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小伙伴们对美国发布的这个大国排名榜单 有什么看法呢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一起讨论 我是3D 我们下期